9.5元 那我不就沒有半個行李箱 Hello 不好意思 別這樣說 代購我們來到我四月正式開始做 到現在十二月就是九個月 我每天其實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上網 有什麼新產品或者限量的產品 接下來會推出或者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做私料搜集 我想每天起碼都兩至三個小時 另外一個很重點的工作 就是我要紀錄客人的訂單 希望可以盡量不要漏了任何一個客人的貨品和訂單 這裡是我們的房間 其中這個位置是貨架 通常每次我買完貨回來 我不是當日寄出的 我們會集合一批每個星期寄回香港 什麼鬼都有 這是什麼來的 Airport的盒子 又是無端端有口罩 然後有些二手的 有客人特意買一些二手的名牌衣服 今天有些東西要寄的 這個就是之前幫客人買的一個 沖繩手造的玻璃背 今天會寄回香港 這些呢 要遲些再收拾 我想我明天才搞 因為今天如果要收拾 我想阿朗你不用下班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對啊 我們開頭會去喇叭線 會一路回來去葡天 宜野灣 北谷 順著回來它的地點 我們去出發 除了剛才所說的工作 另外就是客人的查詢 回覆 無論早上晚上凌晨都會找來 那我盡量都會在停下吃飯的時候 就盡量去服大家一些訊息 那到了這裡 那這個是我經常來的 專賣一些古著啊 二手衣服啊 特別它有一些名牌 二手的中古的 但是質素保持得很好 還有很多款式 我們來這間 油局在喇叭 機器其實是一個小小學問 因為大家要很小心 有很多東西不記得 或者有很多東西會超重 超了一個尺寸的限制 即使去到香港這麼開放的地方 都會有某一類的藥 你不記得 某一類的食品你不記得 所以自己要每一次 收客人的訂單之前 一定要查詢 因為萬一客人給了你 然後你又買了 才知道不行 那就真是糟糕了 這個功夫 其實我反而我覺得 是最花時間 當然現在慢慢做得多了 有少少經驗 會大概知道的 但是一些特殊的東西 每一次都要查 我們現在在喇叭走 我們就去Paco City 我們有好幾個地方 不過有些可能要看看有沒有 我們首先去無印良品 我自己很喜歡去購物 周圍看到一些有趣的東西 很有趣 可不可以賣一下 賣來自己用也好 賣來賣也可以 一舉兩得 可以幫客人找東西 好 通成也不走 1 2 3 4 4 5 我先去賣DONKEY 7-11便完成了 好 完成了 有一個客人 就特託我幫忙 找7-11 沖繩限定的 那他叫我幫他買 然後幫他檢查 那個產地 因為我這個碟,我找了很多間沖洗的7-11才找到買到 最後去到車,幸好原來是日本仔 我才放心幫他買 因為很多找我們客人都是指明 盡量希望是日本做的產品 他們一來安心,二來起碼日本做,物超所值 這樣的想法 所以這個又是一個花時間的工作 現在搞定了,收工了 沒有,我都想收工了 現在是搞定了外面的工作 回去繼續,裡面的工作 再撿一撿文字,撿一張照片 然後就會放定在Facebook Schedule去遞招出 大家起床,或者上班,乘車途中 看到有這個生產品 這個是我自己的習慣 現在都8點半了,我自己要收工了 你不要走 拜拜 拜拜 我想滿足 滿足不是賺錢的一方面 這個很表面 但是開心是來自 第一,我自己很喜歡買東西 代購這個方式 我又可以實踐到買東西 又可以去找一些有趣新奇的東西 幫到客人 那些客人會很開心我們幫到他 他會很感謝我們 之餘 久了,慢慢會變成一個朋友 喂,沖繩地震,你們有沒有事 會有這些關心 變成朋友的角色 這些慢慢累積下來 其實都是一種在工作上帶來的額外滿足 每個人都會繼續做下去 是